大专院校的原民学生有福了 为了帮助在经济通膨 同时又面临求学过程的原民学生 原民会调高奖助学金的金额 奖学金由原本的22000元 修正为32000元 足足多了1万元 而一般助学金也从原本的17000元 低收入户的27000元 以及中低收入户的助学金17000元 都各增加3000元 总计增加44000多万元 更调整公私立学校原民学生 领奖助学金的名额 所以我们也从我们的3比1 把调整2比1 更符合现在我们研究民 就如公私立学校的学生的人数比 主委也特别强调 虽然把公立原民学生 领取奖助学金的名额 增加到218名 是建立在少子化的前提下 希望透过增加公立学校的配额 鼓励原民学生考进公立学校 而私立学校的原民学生 奖助学金配额并不会减少 从民国97年到111年 将近14年没有调整的奖助学金制度 这次除了金额大幅度调高之外 也将首度举办公开表演活动 依照学生学行领域类别颁发奖状 我们是照学生的领域别的 你看第一类理工声音 第二类文史 然后传播艺术 那第三类是法政 教育等等 就是让全国的这些 国人知道 我们原住民的学生 不是只是大家传统 刻板认为在体育 在艺术 其实各个领域 都有很优秀的原住民的学生 我们的奖助学金 已经有好多年 14年没有调整奖金的额度 我有想办法大幅提升 尤其是最近这几年物价上涨 今年的表演活动 预计在10月举行 然而各界最担心 升学保障制度 遭污名化等问题 也在奖助学金的申请系统中 建置问卷功能 搜集原民学生 对现行升学保障制度的意见 除此之外 也会在申请系统中